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术是道家修行的根本 自古以来道家就奉行的是精英政策 下等跟气者无缘道法 所以道家修行者又神秘又稀少 这与入门级武术的修行是必不可分的 很多修行教派可能念念经 打打坐 基本就可以去点化世人了 但道家修行者不同 他们对自身的要求极高 认为只有精通武术者才能正式出山 这才不会埋没了师父传授之名 有了自度的本领才能去度化世人 武术因其效果灵验传承较久 且属于贤法教化世人 所以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修行者认为 修行好武术才能更好地通天达地 一神驱鬼 以达到祈福嚷灾 驱病救人的目的 那么什么是武术呢 接下来让小万来和你分享一下 山包含玄点养生修秘三部分 是修心养性锻炼身体的秘术 一包括三部分 方济 针灸 灵疗 象的部分包括两种 人象 地象 命是以时空关系 来判断人的命运的一种方法 其重要的方法有 占星术 甘枝术 补术最为渊源流长 如梅花艺术 纳甲断义 六人神客 太乙神术 奇门遁甲等术数学 历史朝代中的军事家 大多精通此数 山 衣 象 命补 同宗同源 都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说理工具 来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 一 山 所谓山即道家修炼法 就是通过时尔 摘教 丹法 玄典 拳法 符咒等方法 来修炼肉体与精神 以达超脱身心的一种学问 借助于自然界天体宇宙的能量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道家常说的道天地 多造化 时尔是利用补药 丹药及日常饮食 以加强体力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摘教是利用道士通过天师府 寿传之后 祭练主将 照神请将 解救离苦众生 并为自身积累功德的一种方式 一旦功德圆满 自可由三观大地进行考验 并获取神位 丹法 是运用道家的三元丹法 摄取宇宙能量 以运化精 气 神 进而增进体力的一种方法 玄典 是以老子 庄子思想为基础 进而达到修心 养性的一种方式 拳法 是以席练各种内加武术 打通十二经脉 以增强体魄的方法 扶咒 是一种通灵修炼的法术 其主要作用是调动灵界的能量 辟邪 振煞 趋吉 避凶等的一种方术 总而言之 山就是利用法式 静坐 武学 食疗等各种方法 以培养完满人格的一种学问 二 一 所谓一是利用方药 针灸 推拿 灵智等方法 以达保持健康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此衣食包括所有民族医药 方药是利用各种药物制成散剂 丸剂来治疗疾病和修炼的一种方术 针灸 针法和酒法合合称 是利用人的脉络 气血循环的原理 刺激患部调节人体生物电来治疗疾病的方术 推拿 运用一定的手法作用于人体表的特定穴位 运动患者肢体 借以调节人体的脏腑功能 改变患部的生理病理过程 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一种方法 灵智 古代中医就有柱油十三科 利用符咒来调治身心的疾病 掌握人的心灵 调节人体生物电 生物场 进而以治疗人疾病的一种方术 目前天师府仍掌握着这古老的十三科 这对后续符咒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 一就是利用方药 针灸 灵智等方式 以治疗人的疾病的一种方法 三 命 所谓命就是透过推理命运的方式来了解人生 分析宇宙自然日月对人体的影响 进而改善人命的一种学问 推命有很多种 紫微斗数 低天水 渊海子平等等 其方式就是以人出生的时间和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 命是以推定人的命运进而达到趋吉避凶的学问 从而改善人类发展的需要 算命这个学问一直流传至今而不衰 这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 现在的修道人很浮躁 总会简单地认为修术者不如修道者 这是其没有深入了解术法的表现 在古代任何的道法和术法都是互相一一印证 辅佐进行的 这样方可事半功倍 古人入悬门者入道门者或有机会继承师门者 或选为御前道士者或重大决策者 都要选官其八字 断其运势 方有资格被选拔 明清两代皇者精通八字者屡见不鲜 史料记载雍正皇帝在选拔上书房大臣时 都会亲自教宴其八字 观其命述 这才是修行 既有玄之又玄的一面 又有非常务实的一面 四 相 所谓相就是观其形而知其意之法 一般大的分为三大类 一为相天 二为相地 三为相人 以观察存在于现象界形象的一种方术 人相 又分为面相与手相两大类 通过观察面 手部的文献与气色 而了知人吉凶并礼的一种方法 家相 也就是阳宅的风水 以观察其格局 进行分析来推断 对人类所居住的吉凶的一种方术 木相 也就是阴宅风水 以通过选地安葬祖先 而达到对后代子孙阴臂的一种方术 星相 根据日月星辰的位置 及其各种变化后 做出解释 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的一种方术 相是对眼睛所看到的物体做观察 以达趋吉避凶的一种方法 很多人喜欢和看风水的叫江湖术士 在古代看风水和修行是不分家的 通过看星则相 观大山大水 以其天地造化之庙 为自身选择修行之所者 比比皆是 如此才可以盗取天地灵气为自身所用 能选的一个藏风纳气的风水宝地 对于修行人来说是欣喜若狂的 可加速其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修行历程 五 补 所谓补它包括补和事 其目的在于预测及处理事情 其中占补的种类又可分为一占及三式占 占卜 所谓占卜是以《易经》为理论依据 结合天、人、地、三界所相互制约 而推断吉凶的方法 包括著名的梅花艺术、六窑等 奇门 主要著作以奇门遁甲为代表 通过布局、布斗、符咒等结合 处理事物发展布局的因素 其主要运用于古代军事 太乙 主要著作以太乙神术为代表 通过十二运挂象之术 是推算国家政治命运、气数、历史变化规律的术数学 六人 主要著作以大六人大权为代表 为三世之罪 以粘测日用百世为主 这更是盗门人的特征之一 所谓未卜先知就是这个意思 在没有指南针、导航、电话的古代 若没有这项技能 江湖之中寸步难行 不过道家武术、山、伊、命、象、补中 山之术中的符咒术是最具有争议性、最神秘的一门学科 被视之为改天匿命的人生真庙或夺天地造化的法宝灵器 其从古传至今 远远流长 是深植人心的一门法术 尤其它在人们的夸张渲染 会声会影之下 更是充满着神秘、玄奇、灵异、鬼秘、高深、莫测等色彩 好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